我們再來關注的是 其實川普在最近還有接受 專訪的時候特別提到 如果以後他可以上任 擔任美國總統的話 他會對中國大陸的課徵 高達六十趴的關稅 另外我們要請見訊 也帶我們看 包括歐盟我們先提過 就是針對這個中國大陸的 這個電動車要課徵臨時關稅 現在除了電動車之外 他們鎖定的還有生物燃料 我們剛剛已經聊了 大概半個小時的川普 川普的美國大選 真的是讓所有的投資人 都讓心情一下子上一下子下 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怎麼講 因為川普他本來就是關稅人 他講說我當選之後 對中國大陸說要課百分之六十的關稅 所以中國應該也很不虛 很剎嘛很擔心嘛 但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美國內政的事情 他也干涉不了 那一顆子彈他也干涉不了 那現在看起來這是 川普看起來這是 聲勢比較高一點點 好 那台灣的這個 一個名教授 就台大的一個政治系的名譽教授 民居政他自己就預測說 如果川普當選真的刻下去之後 那中國大陸的GDP 他本來是要保五 那保五之後 因為稅很高嘛 那一刻下去之後 影響到我的什麼 我的外銷就被影響 影響會有多大 對 所以他認為GDP 會直接砍半 直接腰斬嗎 直接腰斬會5% GDP5% 會變到2.5%左右 衝擊這麼大 衝擊很大 因為外銷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你外匯要賺的手段都沒了之後 當然就會被砍得很慘 那瑞銀他怎麼講呢 他說因為這個關稅會被大幅的增加之後 那我只好用人民幣去貶值來稍微降低一下 他估人民幣會貶大概5%到10% 但是貶值這不會是一個長治久安的一個辦法 因為貶值太多會影響到什麼 會影響到人的通膨 會影響到實際消費力 所以關稅這件事情 對中國大陸來講 真的是很刷的一件事情 那不只這樣 因為美中看起來這個關稅戰 是已經箭在懸上不得不發 那美國他會拉攏盟友 我跟你打不見得會有勝算 我拉我的朋友一起來跟你打 打群架比較有勝算 那群架的朋友是誰 一個是美國 美國旁邊就是一個日本 一個是歐盟 那最近的歐盟 又要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相關的領域 又要出重拳 他這次出的是什麼 是對生物燃料 要科臨時的反傾銷稅 12.8%到36% 最高36.4% 這個生物燃料是用在哪裡 用在生物的這個柴油裡面 這等於是我一方面打擊你的電動車 打擊完之後我還嫌不夠 我要再打擊你的柴油裡面的添加物 所以等於是歐盟現在也意識到了 這個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你影響到了歐盟整個的內循環 所以我要這個牆 我開始也要開始蓋起來 那最近中國大陸在做的一個什麼 三中全會 那已經閉幕了 那大家很關心的是 習大說了什麼 官方說了什麼 我們先來看官方 官方這一次他很難得的承認了有兩個困難 兩件事情沒有做好 一個是企業經營困難 另外一個是地方財政困難 因為我們講說中國大陸的地方財政困難 主要是因為他的房地產賺他的GDP過高了 那現在房地產在下薪 我地方財政就不好 地方財政不好我怎麼辦 我只能到處找錢 所以一個找錢是朝企業開刀 一個是朝人民開刀 那朝人民開刀那就是違罪 你亂吐毯要罰錢 亂停車要罰錢 但是會引起民怨 想辦法找錢 想辦法找錢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發現他企業經營困難 這才是重中之重 因為外資都在撤離 那其實臺商 大家都有在扣公司 就會知道說 蘋果跟你說 我 我要囊拆拿的產能 那像鴻海這些合作怎麼辦 就知道挪產能到別的地方去 那鴻海在中國大陸動不動 就是幾十萬人 那這些人就面臨到可能失業的情況 好 那再來我們看習大大他說了什麼 我很難得看到習大大說了 這麼 我蠻認同他的話 他自己也承認經濟是有隱憂的 對 他說了灰天鵝跟黑天鵝跟灰犀牛 可能會面臨到中國大陸的情況 隨時可能會發生 他先預告一下 所以他自己也有意識到 你看這個黑天鵝跟灰犀牛 所以我覺得習大 或者是三中全會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要給予肯定 就是說你終於面對這件事情 那要怎麼做 看起來三中全會沒有提到 很明確怎麼做 但至少他先面對這個事情 那我們講到企業經營困難 一個是外資一直在出走 對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他的盲目擴張 那你看現在這個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中國大陸上市公司有25%陷入虧損 這是個很嚴重的事情 四分之一都虧 上市公司代表什麼 都是規模大的企業 都虧損了是十年前的3.5倍 這為什麼就是因為政府不再補貼了 你必須要拿著真槍實彈 跟外面競爭 你哪有那麼容易競爭 所以現在四分之一陷入了虧損 也抑制了對於新產品 這個繼續研發的能力 好你剛剛提到這個企業經營困難 他其實影響所及就是很多人就會找不到工作 那現在很多連高學歷的都找不到工作 原本應該從事白領工作的 現在都跑去做藍領的工作 現在本來是消費降級 現在變成就業降級 白領變成藍領 那藍領可能就變成失業 那現在怎麼說呢 這白領過去我們的講說 如果你是英階畢業生 你要去找工作 你可能經販我們第一個是金融業 可是現在金融業 或一些白領面臨到什麼問題 降薪裁員 然後你的獎金要被追回來 這嚇死了 你可能去年的獎金 千年獎金都被追回來 所以現在有些白領就跑去做了藍領 那藍領做了什麼 外送員卡車司機跟這個服務人員 外送員需求增長大增百分之八百 這會不會功過於求 所以就是說你的外送小哥動不動掉下來 可能會是一個明星大學的 一個什麼電機系的學生 那沒有辦法 那就是消費降級帶來的 就是就業的降級 這是很殘忍的事情 根本沒有辦法學以智勇 對 沒有辦法 那你說在白領裡面 最近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叫做 風感公牌 我們先講什麼叫公牌 就是說各位觀眾 你在上班的時候 旁邊都有一個牌子 譬如說這是TVBS新聞部 最美主持人斐魚 譬如說這個牌子挂在那邊 那大家會把這些牌子 現在變成惡搞 他把它惡搞 所以它變成風感 譬如說張工資 他就是要漲工資 有沒有 此地不宜久留 留女士 譬如說沉住氣 他就是提醒自己要沉住氣 不能被公司氣跑 有沒有 軟柿子 就是說公司壓榨我了 我是軟柿子 這樣子 譬如說螺絲釘 我這邊鎖得很好 你不要來搞我 那個就是把他自己的名牌 這樣有點惡搞 只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是主管 你是老闆 看到這樣亂搞 好像也不是很好 所以說都是00後 就是現在大概20幾歲 年輕人 那經濟的現象的情況 就是真的是不好 你看中國大陸的經銷商 在廣東那邊 就是倒閉了很多 過去五年已經 倒閉了快一萬家 那廣東的最大 這個汽車經銷商 永澳集團 那就80多家店 就突然就不見了 那銀行呢 就是要去扣車 那消費者說 我已經其實都已經付了款 這本來是爛尾樓 變爛尾車 我車子我也拿不到 這超慘的 好 那我們剛才最後講 一個消費降級 就是如果你去參加旅行團 像斐玉你常常去參加旅行團 你參加都比較高級 所以不會有購物團的情況 那這個消費降級 我又想出去玩 就參加了一些消費團 那這些消費團 就團分會比較便宜 但是他就會帶有一些購物的行程 對 通常這種惡劣的導遊 一開始都給你勤勒 我帶你出去玩一整天 你也去好歹買個東西 到最後勤勒不成 最後就是怎麼樣 就是給你破口大罵 直接翻臉 上 花錢你是上帝 不花錢你是狗叉 那個叉是一個氣體 各位觀眾自己去想 所以真的是消費降級 惹怒女導遊的一個故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微來看 那麼雖然在這個拜登退選 效應的影響之下 股市出現了下挫的情形 不過在整個全球 對於半導體需求 依舊很暢旺的情形之下 那麼相關半導體的ETF 是不是可以持續地做布局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微來了解